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开经纪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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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学习海贤老和尚的表法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贤功延迟戒律 而这个戒律 我们师父上人 从我们尽忠修学的重点 定了五个科目 也就是我们净土的戒律 就是三符 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就像上一节课 我们提到了 六合当中 学习海贤老和尚的白忍加封 我不知道诸位忍者 从上个礼拜三到现在 起情绪的次数有没有减少 这个白忍的功夫 有没有用上 忍不住 总要把原因找到 才能对症下药 在什么境界 我们起了什么念头 都不能稀里糊涂 打迷糊仗 我为什么会见人家的过呢 关心为要 怎么不见人家的过 怎么不见人家的过 我们上一节课 跟着老和尚的教诲 是谈到 普贤十愿 老人家提了 第一 礼敬诸佛 在文字档案当中 我这里是第七页 我不知道 大家打印的 这个字的大小 跟我一不一样 没关系 就是我们讲到 礼敬诸佛了 诸佛在哪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诸佛就在你眼前 就在你周边 你不认识 我们说 不识如山真面目 普贤菩萨认识 我们求生净土的人 不能不重视 普贤行 因为极乐世界是 普贤菩萨的法界 这个频道要接通 我们的心念言行 跟普贤行相违背 这个不感应 所以普贤菩萨认识 那我们听了 这些开示 要随文入观 我认识到没有 认识到这个真相没有 学佛就是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我相信了 了解真相之后 谁也不愿意在 糊里糊涂 生活了 处世了 就像上一节课 也就是讲到 礼敬诸佛 这一段 老阿强强调的 以金作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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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金 一切人事物 都是从我的心 降生的 这个就是真相 宇宙从哪里来的 六祖大师说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能生万法 宇宙是我的心 降生的 这是真相 了解这个真相 那我现在所遇一切问题 就不关别人的事 这个境界是我的心 想生的 你想什么 它就变什么了 所以我们 希望境界能够改变 当然是往好的方向 去改 那这个一报 是境界 随着正报转 所以护好自己的心 才是解决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所在 我们习惯了 处理问题 这是症状结 工作不顺了 换个领导 换个单位 这个夫妻生活不顺 接下来就不好说了 躲一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 结好几次婚的 你看 他在每一次婚姻当中 都觉得 都是对方的问题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症状结 君子物本 圣贤君子 那佛菩萨境界更高了 一定都是 反求诸己 因为我们 古圣先贤 就教我们要反求诸己 所以佛法一传到中国来 中国人很容易接受 佛法是内学 反求诸己 就是向内 所以我们能接上大乘佛法 那这个要感谢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那天听到一位同修说道 他说他去过非洲 那个凌罗河 水源 没有匮乏 他去的那个地方 感觉那天气跟昆明差不多 昆明叫春城 这么好的环境 可是他们的生活怎么这么落后 那这跟外在环境没有太大的差别 关键什么 他的思想观念 你看这个 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美德之一 勤劳 勤劳 节俭 勤俭为持价之本 所以世界当中 有很多地区 生活环境也是可以的 甚至 他的资源 还不比其他的差 甚至还好 但那个地方落后 甚至吃不上饭 跟思想观念 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 赚很多钱的人 可能烦恼很多 觉得 从物质上 还有很多不满足 有一些人 收入不多 可是日子过得 还挺顺心的 所以也不在收入的多少了 他比较知足 他就常乐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看自己亲戚朋友 好像人家外在 这些条件都没有我好 怎么人家的笑容 比我多 53餐 这个都值得餐 马来西亚有一个企业家 他姓陈 我对姓氏 很感兴趣 为什么呢 我多多讲这个姓氏 他的祖宗会护佑我 这样我的拉拉队就比较强 因为老和尚有讲过 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 最疼爱他的后代子孙 这句话我听进去 所以我常讲 臣氏啊 胡氏啊 大顺就会加持我 不过很惭愧 还没有梦到大顺 我的诚心还不够 你看论语有说 久已哉 无不复梦见周公 诸位忍者 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拉回自己身上来 孔子是说 他很久没梦到周公 代表什么 他以前常梦到 一切法从心响生 你在处事当中 工作当中 你常常想 老和尚教我什么 保证你会梦到老和尚的 感应到交 你看 世间说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孔子这句话 有道理 他在自己检查 我怎么很久 没有梦到周公 诸位忍者 你多久 没有梦到老和尚了 你每天都依止到老人家的教诲 波经机每天听 都跟在身边 结果都梦不到 那这不能看像 有啊 你看 我的皮包里面 随时老和尚的波经机 都在 都在播 有可能你已经听到 左耳镜右耳出了 变成一个形式了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我们重要的是 听了一句 放在心上去落实 这个要跟子路学习 子路有文 为之能行 唯恐又文 子路听到一个好的教诲 还没有能够好好去落实 他不急着 又要听很多道理 这是古人的心境 听了这些道理不做 他觉得对不起 老师教的 对不起古圣先贤 留下来的 这个教诲 他们是如凭得宝 这些教会太难得 听闻了 所以 刚好去年 有跟越南的同修 做了一次交流 结果上来 我看有一些是 他们整个道场一起上来参与 都几十人 可能那一次差不多有一千人上来了 很虔诚 我突然就想到 刚学佛的时候 听到我们大陆的同修 当时是录音带 这个道场好不容易弄到一套老盒上的录音带 集体 跪下来听 太难拿到了 但是现在 这个法宝容易拿了 但是可能我们那个 沉静的心 不知不觉 比较退了 我们学大臣 在检查自己的状况 要用大臣的教会 叫一真 一切真 理静诸佛 有啊 你看我对老外长很恭敬 我对谁谁谁很恭敬 你只要有对一个人不恭敬 铁定没有理静诸佛 甚至于你觉得你很理静的 也可能是分别心产生的 我喜欢这个人 所以我很恭敬他 我讨厌这个人 我不恭敬 你喜欢的人那种恭敬 也不是平等性 也是有分别执着 在里面 我们有这个分别执着 这种爱真 你对他很好的人 有可能在一些实节姻缘 你对他好 他还骂你一句了 你就不对他好了 这个爱要变成恨 变成讨厌 很快哦 可是假如我们是真正理静诸佛 是平等心 真心 那对方对我们 无礼啊 不会放在心上 这个不放心上 很重要 你看我们上一节课 这个我们不能忘了 老大上这些开示都很精彩 六度 你看最后是般若 在哪里修啊 眼见射 耳闻身 不能着相 极相离相 这叫般若 你看我们在家了 遇到一点境界了 哎呀出家多好啊 眼不见为净啊 这可不是般若的修法 我跟大家先交流一下 你出家的目的要干嘛 出家人要干啥呢 出家人是要 带佛说法 你在这个时代 你说法 你做不到 人家会相信吗 跟你接触久了 人家会相信吗 你讲极相离相 你自己要心上 不放这些 人啊 人啊 事啊 不然可能一开口 就要抱怨某个人啊 忍不住了 老儿上常说的 不放心上 这是般若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忍不见所思之物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亲近 你看这一段话 我们随闻入观 忍不见所思之物 今天我们面对一切经济朋友的时候 我有没有起一个念头 我上个月才送你什么东西呢 你怎么都没感谢一下呢 你看都记得自己送的东西了 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了 这要自己检查 有布施的 着布施的相 不是般若的 没有功德 亲近心才有功德 最近 我也一直在掺一句话 真心一法不利 我做过的事 我还留在心上了 那不是真心了 包含自己 心上有 我的优点是什么 这个人已经不在真心的状况了 觉得自己有哪些优点 哪些优点 你改过 那个力道就不足 觉得自己满身过失 这个改过的力道才会出来 我们对自己心的状态 要更敏锐 修行能要很敏锐 不怕念起 只怕 厥识 放了心里 有自己的优点 慢心不知不觉会增长 你看佛门章说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 你就没什么 你觉得自己没什么 你可能就有什么 一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他会很积极去学 当然这个 什么都 不是 不要落入自我否定 这个又很过了 这个过由不及 都不是真心的状态 夏老说的 浊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 功夫时有着所处 当然 发觉自己满身过失的时候 也要相信 我有如来 智慧得相 是吧 然后呢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振得 我发现的这些故事 就是因为 他们就是分别执着 只要我把它放下来 我就能恢复了 所以大家要 参与一下 心的状态 真心的状态 一发不利 做而无作 做过的付出 没有放心上 无作 心才能清静 你过去生带了 很多好的优点 你也不能放心上 你会致满 有而无有 有这些优点 干什么 利益众生 纵使是优点 还常常 这个跟周公比起来 差远了 跟老阿山比起来 差远了 虽然有一些优点 还觉得 差很远 还在不断 提升自己这个优点 我有时候也看到 有一些 同修 讲一段话 讲几句 就忍不住 要夸自己一句 自我感觉很良好 甚至也还什么 夸自己 儿女 两句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习惯了 承得自己的观察感受 我们这个传统华人 大家去观察 很传统的 现在很传统的 都六七十岁以上 大家去观察 没有在夸自己的孩子了 不好意思的 一讲自己的孩子了 我孩子还差得远 你一夸他 没有没有 我都乱教的 我们闽南话说 欧白教的 比方说你 他教的还是挺好 你一说他教的还挺好 他脸红了 马上说没有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都自己夸自己一句 脸也不红 其实这个心境很关键 那为什么不夸自己的孩子呢 因为心理上觉得 那是我的孩子 不好意思 跟我是一样的 当然我 讲这些话 大家不要挺执着的 这个好 面对孩子一句都不夸了 我是说你对外 我们接下来称赞如来 你对你的孩子也要称赞如来 对你另一半 你也要练称赞如来 不然普弦醒在那里练 我们眼前的人 普弦醒都练不出来 远的练得出来 不大可能 近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远走 我最近也在思维 为什么越近的人 好像越难 感动 感化 值得研究 首先 越近的人 心里落对方不好的印象太多了 落了印象 你就称赞不出来了 然后就互相批评 互相 看不起 对方在提醒我们的时候 心里就想了 你也没好我到哪里去 还讲我 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心里的活动 修行人要有自知之明 观心为要 所以劝别人要有劝别人的本钱 你要做到让他佩服你 你就好劝他 所以 要把这个不服气 转化掉 转念 转烦恼为补底 你看那个不服气 卡在这个心里 舒不舒服 修行人 不能让烦恼 放在心上 不能让他相续 这个叫随视菩提心 要把烦恼转成菩提 比方说你不服气对方 那一定是 你做的也不够好 然后你也觉得 他做的不够好 那你看了 会动情绪 印象很深 那 我把它当作一个真上缘 当作呢 转法轮的机会 我们家从谁转起啊 从我转起 从互相看不顺眼 转成 我开始啊 称赞别人的好 我不看人家不顺眼 甚至于是呢 人家批评我的 我首先从人家批评的 开始改起 这叫忏悔业障 人家 人家提我的问题呢 我还 感谢他 礼敬他 谢谢你提醒我的问题 所以转法轮啊 没有离开自己的心啊 没有离开当前的境界啊 我们自己冷静看看 这几个月 甚至这两三年 是不是卡在同样的境界里面 神烦恼 修行人 还有多少个两三年啊 不能打迷糊仗啦 要突破它啦 跟另一半 跟孩子 跟家人 甚至 婆媳关系 问题出在哪 不能打迷糊仗啊 所以要大便活人啊 我们都在见人过当中啊 耗费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啊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啊 我们真要做这一句了 才能礼敬诸佛了 不能感动别人啊 我的改变太少了 不是别人的问题 其实家里的人啊 对自己是最了解的 我们变了多少啊 骗不了他们的 哪怕是你动作变了 心有没有变 他们都知道 所以 老师上说的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 这个社会大众 首先是身边的人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 发现自己过失 立刻就痛改 改正自己过失啊 叫真修行 2024年了 又进入11月了 真快啊 这一年又过去了 我现在看过去的 大家都是秋冬的人了 老师上说的 秋天就要做准备了 冬天是随时可以走 这一段话很重要啊 不要掉以惊心啊 往往都是拖啊 拖啊 没有直面问题 没有勇猛精进啊 就改过啊 拖到年纪大了 想用功啊 没劲啊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啊 所以刚刚提到了 我们时时记住 老上的教诲 他随时加持我们 梦中啊 还常常提点我们 你看了凡世俊 说的 或梦往胜先贤 提膝皆影 奇怪了 怎么都梦不到佛菩萨 古胜先贤啊 一定平常 繁星的事多啊 所以 连梦里啊 都是这些人事 还在 折腾 所以 梦境啊 也是道场 也是值得我们检讨 了凡世俊说 或梦非不太虚 或梦床翻宝盖 或梦土黑物 业障土掉了 好 然后自己会检查 梦境也是一种检查 每天还会有情绪上来 都要检查 这个 在每一个境界 要有自知之明 这样才能打破 自其一关 那我们看到呢 老上在 礼敬诸佛当中 提到了 一切法 从心想身 你想什么 就变什么 这佛说的 我们要相信 这个话是真话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是假话 现代的科学家 量子力学家 为我们证明了 老人家用科学了 现在人都学科学了 这也是 应激说法了 用科学 大家比较认可 不然 他说你拿证据来 科学证据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一切法 从心想身 这个话 你能相信 你要是搞明白了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 解决了 接下来这段话 中央柔 我相信大家应该 都听过老上 讲经的时候 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了 这些法语 听一遍 就要记一辈子 谁不想解决事情 不能解决了 常常还在那伤脑筋 怎么解决了 一切法 从心想身 我天天想佛 我不就成佛了吗 一点都不错 你想佛就成佛 想菩萨 就成菩萨 所以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那这个成佛的速度就快了 所以海贤老阿上表演给我们看 待会老阿上就讲到了 这个重要了 可能我们又冒一个念头起来了 可是我现在 还要处理这些事啊 我也不能一直想佛啊 首先你不处理事的时候 你都是想阿弥陀佛啊 都是念阿弥陀佛啊 你真正去处理事的时候 你的心真诚 你的心清静 保证你处理事 比以前好很多 重点是要想佛 念佛 我们现在不肯放下凡心的事 佛也没念 恶性循环 真能解决问题了 假如这个人处理事情以外啊 他都把佛号提起来 保证他处理事越处理越好 慢慢问题就解决了 随缘妙用啊 妙在哪儿 妙在不把拉里拉扎的事放心上 心上就放阿弥陀佛 他就妙得起来了 心清净了 真诚了 一有一切都有了 心一真诚了 心一清净了 就慈悲了 一有一切都有了 老和尚接着说 现在人想什么 你去问问他 想发财 想升官 想荣华富贵 这想的是什么呢 这想的是六道轮回啊 所以他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 这段话对我们很重要哦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的哦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 轮回心是造轮回业哦 这里我们一听老和尚说 想发财 我没有啊 想升官 我没有啊 想荣华富贵 我没有啊 可是你担心小孩啊 举一要反三哦 可是我想我先生对我不够好啊 听经要会听哦 要举一反三哦 不能拙在文字上听哦 那就越听越执着 不是用悟性在听哦 用分别执着听会 越听越分别 越听越执着 意在言外 不是落在 这个升官发财哦 而有 老让人举的 他又不可能方方面面 所有人会举的轮回心 都搅一遍就下课了 点几个 让我们自己反观啊 轮回心啊 是出不了轮回的哦 所以想善的 三善道 想恶的 不择手段啊 我要得到这些 我想要的东西 那就三恶道 恶鬼地狱出生 全是自作自受 自想自成 从心想生的了 我们要改换想法 所以修行就做个转变 修行 修正行为 从想法念头转变 不能想这些东西 想阿弥陀佛 想极乐世界 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什么都不想 哇 这个是义佛念佛 想极乐世界是念佛 义佛 义佛念佛 我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你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这一段 在学习礼敬诸佛 从今天开始 我见哪一个人 他就是阿弥陀佛 那你也在想阿弥陀佛 老阿尚说的 我心目当中 一切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 不是把众生 当作阿弥陀佛 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见人家的本性 不作相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对阿弥陀佛 没有两样 哇 这普简形 平等供养 这可以练的 以后见每一个人 都是阿弥陀佛 都礼敬他们 那接着 老阿尚 以海贤老阿尚为榜样 剖析给我们看 这桩事情 海贤老和尚 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他从二十岁出家 师父教他念佛 他一百一十二岁往生 这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 西方极乐世界 他想了九十二年 实际上 他想个三年五载 就成功了 这个有根据 老阿尚这些分析有根据 我们看 净土圣贤路 他开始老实念佛了 很多 成就的个案 都差不多念三年 那总不能说三年之后 寿命都到了 不可能 他没有法源 他走了 早一点到极乐世界去 一念请 便有十方佛果 共无量诸佛 听无量诸佛教诲 听佛教诲 长智慧 共佛 修福最大 福会增长的速度 不可思议 所以那个地方 成佛最快 所以 一切诸佛都推荐他的学生 到极乐世界去求学 所以三年五载就成功了 这么长的岁月 是阿弥陀佛教他的 教他留在这个世间 做一个修行人的好榜样 给大家看 这叫表法 我们自己 想想 我们对佛法的信心 来自于哪里 我看到榜样 不然我这个疑惑 好像不容易去掉 比方说我们从事 弘法 前面有老和尚 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比较有底气 不然 一走这个路了 走不下去 可能就要去赶 精灿佛事 所以这个时代 老和尚说 对佛门 对传统话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做出榜样来 让大众的信心立柱 人家真有人做成 没有人做成 比方说 这个领域 教师领域 医学界领域 商业界 你说行菩萨道 一个人都没有 做出表率 比方说商业界没有表率 大家一听 你那个都是理想 我们这里行不通 他连信心都提不起来 他怎么会学 信解行政 信在前面 所以道圣和夫先生 功德就大了 彰化厅长 功德就大了 为什么 他做好了 人家不会怀疑 你肯效法多少 那是自己的造化 可是人家做出榜样来了 所以各地都邀请他们 经营之圣 好多监狱系统 邀请张厅长去指导 事不可以不红意 儒家也是这么教我们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亦众乎 任重道远 干了不能干一两年 就退缩了 死而后已 净行受 净一份道义 不亦 远 远乎 大家有没有思维过 现在弘扬传统文化 最适合的平台是什么 社区 尤其在城市里面 大家都住在那儿 每天假如 有狠气老人机的活动 课程 老人家就不会在家里打麻将而已 不会在那里胡思乱想 不会在那里攀比子孙 他心也要有一些好的寄托 老者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你这社区都有教育小孩的课程 指导 指导 怎么当父母 还有胎教课程 还有这个 各行各业怎么成功 那这些课可能 针对不同年龄层的需要 应他的机 他就愿意来了 你有一个社区做得很好 就带动其他社区了 或者是一个村 落 不能太大 太大了 你时间精力顾不来了 你好心 可是你的做法不走当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是在商业界的影响 都很急着要看到效果 这不妥 物欲数 物见小利 教化这个东西 不能贪大 贪快 要扎实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就好了 不然人家来 跟你交流 看起来都是很大 其实五脏都是虚的 到时候人家跟你交流 学到的东西 最后回去 也做不好 你就害了人家了 我还听说 现在 说学生 要几十万块钱 一说 说二三十个 你真的要把法传给他 师徒如父子 你说那么多钱要干啥 你都不缺钱 你说那么多钱要干啥 谁愿意把师徒如父子 表出来 假如没有师徒如父子 这个法能传下去吗 这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来 我觉得这个老师 有点没有杜德量力 带一个人 带一个人那么容易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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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 多次讲 我最多带五个人 老师 老师 这样的高僧 他都这么说了 你说我们能带十个 能带二十个 我们客观评估自己 自己的情绪都还扶不住 就觉得自己能带人 那是自欺了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自己 掌握信任你的人的未来 你一发脾气 你自己火烧功德领 可能你带的人的信心 又退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慎重 不能觉得自己能讲几堂课了 好像自己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了 很容易产生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论语 论语里面 君子的一些心境很重要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古者言之不出 此功之不代 古人话不敢太讲 怕自己讲出来了 自己做不到 讲到自己 自己就很惭愧 跟大家讲了那么多 自己 要常常问自己 自己做到多少 不这么去想 还觉得 讲了自己都做到了 自己就被自己给卖掉了 被别人卖了 消业账 被自己卖掉了 这个法身毁命就完了 不自知 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去 下功夫了 所以 贤功 他知道自己要表什么法 末法时期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结果他当了念佛的榜样了 哇 这个功德大了 那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看看身边学佛的人 哪个人烦恼清智会长 假如你没有看到 那请佛注释 我们就要用上了 请谁 请自己了 现在文法容易 但是真正能解形相应的人少了 我要给人信心 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 应该表的法 你看到谁谁谁做得不好啊 他在提醒我们要表什么法 见义勇为 看到大家修行的问题点 就是我要表的法 我就可以供养他们了 那天跟一个年轻的同学聊了 说这个 独生子女 当然很多 父母他懂得教育的 独生子女他也没有宠 可是宠的比例也不小啊 就一个孩子了 宠呢 也能理解 但是毕竟宠了 对这个孩子 他就养成了一些习惯了 不说别的吧 睡觉就睡得比较晚了 你看你让他六点起床 很好 我以前都八点了 以前还十点了 慈母都败子 你当父母的很慈祥 可是你没有规矩要求孩子 慢慢他一些习惯养成 虽然父母也有善根 遇到传统文化了 父母寓言了 也很认同 希望他的孩子学习 不过这个当父母的要注意 你送孩子要来学习了 不要一下子摆的就是 我的孩子就是要像老和尚这样红法 不要做这个像 请问老和尚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老和尚烧了一手好菜 还能指导身边的人做菜 论语里面讲 孔子说 无少也见 故多能鄙视 孔子小时候 干很多活的 很多锻炼的 家境不好 现在一从什么事也不会干 一下子就要跳红法立身 这个不是培养的状态 他最起码要 生活能治理 不能治理 可能别人还要超他的心 红法立身 这个目标很好 可是一个人还要别人超心 他怎么红法立身 他讲的法 要讲给谁听 要用自己的明明德去清明 红法立身属于清明 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的话 你这个明德怎么彰显 所以三字经有培养人的次第 哪怕你现在是三十岁四十岁了 那只是表面的年龄 你真要修行 都要从基础开始 盖房子 要打地基 李秉兰老师为什么编长礼举药 学长礼举药是不让人讨厌 那假如不懂礼 什么时候得罪人都不知道 那怎么行菩萨道 菩萨所在这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一定要有礼的基础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物化饶 他会观察 他会体恤人心 他要打个电话 现在是不是人家吃饭 会不会是午休 他要替人家想 离者敬而以以 恭敬心 替人家想 尊重人 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他这些行为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来 所以会修行的人就是在境界当中不断把自我放下 这叫会修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我们都学到相上去了 而且还说老和尚说的 一天念十步 念二十步 结果小孩下课了都没去接 先生生烦恼了 不能修修修 我要修行 我要精进 那个我要注意了 我是要放下的 精进是调服习气为精进 调服什么习气 想什么事都是把自己摆第一 这个要打掉啊 才能念念为人 考虑了 所以啊 你看我们一起学习 海贤牢上的表法 表法这两个字 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因为我们有这个心呢 就是菩提心 我要给人家做好榜样 人家对传统化 对佛法的信心 从我建立起来 这就是菩提心了 劝发 还是海贤牢上的事哦 脱笔一阵 嫌我自行哦 我们看着阿弥陀佛的榜样 看着贤工的榜样 拉回来 我怎么效法 我怎么效法 建议勇为 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团体的责任 我来做好榜样 所以贤工是 给学佛的人 做榜样 给修净土的人 做榜样 而表法 表到什么时候呢 在老和尚也指导我们 看懂佛菩萨的表演 很精彩哦 我们学习 贤工 就要看懂他的表演 那你不能只看懂他的表演 那请问我们看懂老和尚的表演了吗 他是我们医子的老师 我们假如连自己医子的老师都看不懂 那能看懂其他的人的表法吗 我们有看懂应主的表法吗 尤其对我们一些修学指导 应主为什么一直强调敦伦敬奋 他让人家看到什么了 这些大修行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会去做哪些事啊 都有他们的考虑在里面 你看老和尚遇到贤工了 他老人家知道他该怎么做了 他要配合行工啊 那行工也配合老和尚啊 你看他们这表演给我们看啊 身战身啊 怕我们看不懂 这一代 再来人行工的表法 那我们也要看到老和尚的慈悲啊 怕我们错过了这么好的榜样的 学习机会了 遇到 若要佛法心唯有身战身 遇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啊 就圆满了 所以这一本书里面都有一张照片 是贤工 得到这本书啊 三天前照的 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找人来拍照 人家要照啊 他横顺众生 这个也要看得懂啊 都把普弦醒表演给我们看了 但是自己从来不 不主动拍照 唯一一次 看到 在家地址拿的这本书啊 赶紧 这个 穿袍大衣啦 要求身边的人来帮他拍照 结果呢 拍完照 三天 他就往生了 想要找他理论的 他已经走了 很自在 那贤工 一百一十二岁的高僧 那肯定老和尚 佛教界的人 这个声音就下去了 没有 他这个分量啊 产生不了这个力 影响 所以你看诸佛菩萨 这些高僧啊 都是大德 一起来表演的啦 千古大戏哦 我们要看得懂啊 收获就大了 都要一起配合了 有人唱主角 有人唱配角 所以这个法呢 就是他这一次 到世间来表法圆满 他走了 现在该我们表法了 我们表什么法 我们要表 身占身的法 不但是身占身 我们对什么都赞叹 你看举一反三 身占身 是指出家人 占出家人 这样佛法会新 再延伸开来 那宗教界 要不要互相尊重 互相赞叹 不同种族啊 互相赞叹 互相学习 这大的 世界的角度 拉回来家庭里面呢 我们对什么都赞叹 所以普贤行愿 第二句啊 称赞如来啊 对一切人啊 不要批评 不要诽谤 通通赞叹 他批评我啊 我赞叹他 大家去感觉一下 我们今天批评一个人 他还赞叹我 我就不好意思了 被他感动了 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天下没有不能感化的人 但恐诚心未知 我们真诚还不够 老和尚 讲出他自己经历的了 他有一个同学 白正环 那老和尚都开他玩笑 都挖苦他 结果呢 白正环不止没生气啊 在人前都赞叹他 老和尚很感动 感动之后呢 效法他这个同学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忍住啊 老和尚都用伤了 毁谤五路那么多 反而还感恩人家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所以老人家经历每件事啊 都提升他处事的心量 智慧 而不是经历过事啊 都见人家的过 心里卡住的点越来越多 这我们就不会修行 会修行在每个境界提升哦 如果这个世界上啊 所有的人都互相赞叹 问题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哇 我们今天 得到宝了啊 老和尚今天提供了好多 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用了保证管用 所以听了之后肯用啊 就有福报的人了 听了之后不用啊 这个福报就花掉了 中国梦 古圣先贤所说的 说的是什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是什么意思啊 平是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希望天下人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不分文化 不分宗教信仰 平等对待了 那这样人与人之间呢 都能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个叫平天下 这是中国人的梦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心呢 经典里面 你看古人一坛事 天下 假如一坛事 我们家 被人家笑了 胸怀啊 太窄了 你看 古之欲 明明得于天下 而且古人知道 牵一法动全身 覆巢之下 无完软 不能各扫门前学 你今天你社区 传统化 落实好了 可能影响 你这个神 影响 其他地方啊 来交流 我们认真 我们认真地做 安住当下的缘 安住当下的本分 但是我们的心是希望 好好做 能供养 天下的人 你看 释迦摩尼佛 与五拙恶事 行此难事 我们都是释迦佛的弟子 他老人家 在这么难的五拙恶事里 说此难性之法 一切诸佛 都战战的 太难了 居然能够 做到这样 所以难行能行 这个功德大了 我们往生是三支良 信愿行 三支良 要真信切愿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了 还有没有怀疑 欧益大师的六信 我们自己要常常检查 有没有切愿 你看这个切字用得好 真切 恳切 现在我们心上还在计较 这个计较那个 那往生不恳切了 还跟这个世间打得火热了 那就自己骗自己了 净土为归 要归心事件了 不能自欺了 要看破放下了 不能轮回心 造轮回业啊 万般将不去啊 别跟自己成佛的因缘过不去啊 心上要放真的 不能放假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想到哪个人哪个是都是假的 什么是真的 万德鸿鸣 就是自己的自性 无量光寿 是我本觉啊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啊 脱笔一阵 行我自行 死本不离 直屈绝路啊 这个直屈就是成佛最快的方法 刚刚讲 行功三年五载就成功了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心不专啊 所以行要专啊 礼民信身 愿窃行专 功存 用功存属了 业静 业 消了 望消 业静 望消 智朗 你智慧慢慢就吐出来了 好 那 这个行要专啊 要正住双修 性愿行这个行啊 正住双修 为什么要住修啊 因为我们还有家庭的责任 我们还有社会工作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姻缘 不可能你每一天除了睡觉以外 就是念阿弥陀佛 你还要随顺你当前的姻缘 有同修就问了 他们现在 也很难得 重视扎根 我们学习地主规 太上感应篇 我们学习三根 就是让我们的做人做事 都在道中 道其实就是真心 我真心来做人做事 那所做的事啊 都是 积功雷德 助修 可是我假如不比照这三根啊 可能我就随顺我本来的烦恼习气了 那就变成造轮回业了 随远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又随顺贪嗔之慢了 你看这个傲慢了 就得罪人了 了凡先生说 在末法时期 怎么跟人相处啊 物以己之常盖人 你心上还有我的优点是什么 你就很可能去压到别人了 我们刚刚说 你有什么就没什么 物以己之善行人 你所做的善事 可不能放在心上 不然你可能会去炫耀 可能会去压别人 你才做那么一点 你看我做了多少了 物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不能因为自己 哪些才能比较高 你放在心上了 看人家一做事 拜托啊 那么简单都做成这样 你可能就伤到人了 物以己之多能而困的 收敛才智 包含你做的善事 都不要放心上了 都要收起来 若无若虚 这样心才能清静 接着呢 见人过失 寒荣而掩护之后 包容人家 宽恕人家 一则令其可改 一则令其有所顾忌 不敢重 你看我们亲人之间 彼此都很熟悉 你一下子不批评人了 你身边的亲人 马上不一样了 以前一定批评我好几句了 现在怎么一句没假 他有所顾忌不敢重 可是他一有优点 违章可取 小善可路 你就称赞如来 肯定他 甚至去成全他 翻难舍己而从之 成人之美 且为厌称而广述之 就赞参 广述就是赞参 所以 我们做人做事 都符合三根的基础 所以老阿上 教我们要扎根 扎根在哪 不是你 地址规 太阳感应篇 十三页道经 都听过了 叫扎根 听是明理 进一步要去做 我在处事当中 把自私自利扶住了 那这个难得了 我把贪嗔 吃慢 越来越淡 这个才是扎根 实质的目的 不能扎在相上 所以 偶尼大师 敬寿明 敬土为归 你看有没有真性切愿 检查一下 持戒为本 我们都不持戒了 都不扎根了 每天都在照轮回业 业是有业力的 随缘消就业 一定要学习做人做事 扎好根 那这样我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应酬是功德 处事带人结悟 没有一样不是功德 这叫住修 正修是念佛 正住双修 那你现在扎根 那能不能听无量寿经呢 当然可以听 我们学习的状况 所谓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而大家冷静去看 老和尚讲太上感应篇 那念佛他也讲 怎么做人做事 他也讲 缘人说法 无法不远 我们不要执着说 老人讲这一部是 跟念佛没关系的 跟大臣没关系 这小陈经 不会的 老人家讲每一部 把它一生所学 都讲出来了 当然我讲到这里 你不要说 那陈德法师的意思就是 不用听无量寿经 我没讲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自己看着办 我们很喜欢要答案 是吧 要答案本身就是一种执着 我 我假如给你们答案 我就罪过了 什么罪过 你就执着在 我的答案了 没有客观去判断自己 还有团体的情况 那假如大家 要判断什么事都来找我 那我可能也不用 听经 不用读经 不用深入经账 那我自己 应对 进退也不妥当 所以这些原理原则 提供大家做参考 没有定法 每一个人修学的状况 每一年也不会完全一样 团体也是这样 你要自己去判断 四一法 里面有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然后上进一步开解了 你修学得利了 这个叫了意 当然现在得利 长远也得利 你现在 执着在一个做法 结果大家修了都没法洗 你说这个是某某人说的 那你就不是变成执着了 所以 也要客观看自己 跟团体的情况 适当地做调整 去互念 就对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回向文 这个也是落实普弦形 普戒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文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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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